我不知道你們旁邊看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我們用個人來看 譬如說我現在戰力是 我是最強的 那我雖然可能分散 我可能差距不大 是因為我很強 可是就是因為我沒有很好 我不夠強大 所以我必須得 依靠我的隊友給予我這個協助 然後把這件事情變得很簡單 那個力量才會加成 1加1才會變成2 可是我1的話 我可能會變0.5 因為我會累 我會失常 我只會減 可是我加上我的隊友 我就可能會變2 就算不到2位 我也會1.5 現在你們懂這意思嗎 這就是團隊的重要性 這也就是藍隊過去那3技會贏 其實是最重要的原因 每一個人就加起來 加起來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可以贏到10幾勝 你怎麼可能贏到 那麼強能10幾勝 那就是我1點 我1點把大家串在一起 可是你們並沒有 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是 一直各自的一直在背向好 所以那個分數是不是 越打越遠了 然後你就會自己很受挫 這才第一週 你之後你會輸到 頭都抬不起來 你會開始懷疑你的人生 對啊 好不好 辛苦了今天 沒關係 回去調整一下 你貼的是一尾活龍了 OK 其實我們這晚幫我們練 兩三天才可以跟他們在打 加油 哥哥加油 我不是一直加油 我就很想哭了好不好 把他屁哭了 走吧 好 Let's go Let's go 籃球的部分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跟我想上 因為我猜他們應該到時候會 亂七八糟 然後跑不動 就是市騎 差不多亂七八糟 跑不動 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對這些比較年輕的選手來說 這個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那個很受傷 而且大家要知道 這樣對方這邊 哦哦哦哦哦 那個是很難受的 我就告訴他們 我說請記住這個感覺 請記住 下次再把他討回來 他們其實就已經很沒大飯了 這一次 我已經很快 就他們不管輸位 還是都很快 嗯 那怎麼可以 有了 現在已經 好大 啊 我已經很快了 我已經很快了 我就會安慰一下 我就會安慰一下 我也會很快啊 那也沒事啊 也就第一次 二週一團戰 嗯 你先先先 你先 你先 我們也不算對面那麼快 我們當練的時候 你七分力 然後 你全力好 你先 嗯 那這次我們是沒輸過 因為這次太遠 沒被電過 對 沒被電過 但是也沒關係啊 我們就是一個 我們就是一個 可能場地也太大了 可是我怎麼都好 一直完全笑不出來 然後就覺得越來越恐怖 可是我 我真的真的有一點不正經 我真的真的有一點不正經 反正一直表現最好的 我有時候拍戲還是會 因為我很喜歡的劇本 我還是會緊張 好想要把它做好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是斷線 我覺得那個是比較像是 心態崩了的那一種 好想要可以馬上心理素質變很強 從此以後在場上都可以 只要發現自己 心態有問題了 恢復這樣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努力耶 就是我們這一隊其實還滿團結 然後大家都很好 感情就是很好的 然後大家練習也很認真 只是說因為才剛開始 我們的溝通上面可以更快速 但我覺得這都是默契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如果說 我們耳朵再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是默契更好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一定超厲害 你看這個馬粉裡面 我們好厲害 Psych光